Hello大家好 我是大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做一个超级简单的菠萝派 这是一款超级简单的小甜点 只需要三种食材就可以完成 酸酸甜甜 非常美味可口 我们先把菠萝切成小块 全部切成小块之后 我们放进锅里面炒馅 锅里面先放入15克的黄油 黄油融化后加入菠萝粒 再加入40克白糖 然后翻炒 炒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加一点水变粉勾芡 让它更快的可以爆成糖 让我个人不太喜欢默默默的感觉 所以我就不加了 我们直接把它炒软 没有多余的水分 装到碗里备用 一整个菠萝就炒了这么一点出来 准备两个鸡蛋 我这鸡蛋个头比较小 所以用两个 如果你的鸡蛋个头大 用一个就够了 打散放一边备用 接着我们准备一条白吐司 来一片片处理 先取一个面包片 把面包片的四周的这个边都切掉 另外切下来的这个面包边我们也不会浪费 等它自然风干之后我们可以把它捏碎 或者用机器打碎 就变成了炸东西外面包裹的那层面包糠 接着用擀面杖 把面包片压扁 像这样就可以了 像一个面皮一样 接着把蛋液刷在面包片的四周 多刷一点没关系 放上炒好的菠萝馅 馅料你可以千变万花 可以用苹果 也可以用桃籽 还可以用哈密瓜 然后在另外一边斜切出花纹 对着包好 然后把它包起来就可以了 用一个叉子 摁出花纹 也让封口 可以封得更结实 烘烤的时候不会开裂 超级简单 一个菠萝派的生胚就完成了 放到烤盘里 然后在每个生胚上 均匀着杀上蛋液 放入烤箱 烤箱不用预热 放入中层 180度烤15分钟 转移到晾架上 稍微晾凉一些 咱们就可以享受美味了 刚出炉的时候 表面是非常crunch 先烤出来外酥鲤软 外酥鲤软 酸酸甜甜 非常美味可口 你也赶紧试一试吧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关注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